跑到連鞋子都掉了 就是為了搶購現在最夯的後奶茶 全台各地美式賣場 最近常出現這個畫面 你一定不陌生 在熱潮還沒退去之前 業者為了安全傷透腦筋 就擔心人潮踩踏會發生意外 很難想像購買後奶茶的人潮 會這麼守秩序 幾乎沒有一個人拔腿狂奔 因為這次賣場早有準備 在洪榮桿內依序往前走 這個特製的專用通道 就是專門為後奶茶所設置的 桃園的美式賣場 在九號早上一開門 就特地架設了洪榮柱 打造後奶茶的專屬通道 為的是避免民眾瘋搶發生推擠意外 剛好這幾天 因為怕說會有推擠就這樣 說臨時設一下 差不多五分鐘就撤掉了 設置奶茶專用通道 好像很誇張 不過賣場會這樣做 其實是因為早在後奶茶一推出 就曾出現過多次瘋搶人潮 高雄的美式賣場一開門 民眾就不斷往前推擠 甚至跑到連鞋子都掉了 而在台北則是更誇張 一群人爭先恐後拔腿狂奔 瘋搶的畫面被網友笑稱 根本就是濕素奶茶 相較之下 現在桃園店創下全國首例 為後奶茶設置專屬通道 也為台灣人的一窩蜂 添加安全保障 避免搶購推擠造成意外 真讓人開了眼界 記者林中正 蘇一歡 桃園報導